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紫佑一都市新剧启动。 首次出演一书同名经典小说,有望再出佳作。 众所周知,由牛超指导、李洋编剧、杨紫、范诚诚首度合作, 并领衔主演、朱岩曼兹、金世佳、王前月、方月桥等共同主演, 以及著名歌手孙燕兹特别出演的都市情感力智剧《要九九爱》又名199爱, 已于今年的4月上旬,正式官宣杀青,全面进入后期制作阶段。 而且,预计将有望于今年下半年,上兴东方卫视黄金档迎来正式首播, 我们姑且拭目以待。 并且,该剧也堪称杨紫近年来, 继2019年亲爱的、热爱的是童年、2022年余生, 请多指教是林之校后,所担任领衔主演的第三部《带上新都市》题材剧集。 另外,根据最新消息,由杨紫担任女主角的又一部《国产都市》题材新剧《成欢记》, 目前也是已经悄然启动。 预计将有望于今年6月,正式迎来开机。 据了解,这部《都市》题材新剧《成欢记》, 是杨紫首次出演著名女作家艺书、知名文学代表作有, 小说《喜宝我的前半生》、《圆舞玫瑰的故事》、 《流金岁月她比烟花寂寞》等,经典同名小说。 并且,近年来,相继改编自《义书同名小说》的两部《国产都市》剧集《我的前半生》、 《新东》、《马依离》、《袁权》、《雷佳音》、《吴月》等领衔主演, 《与刘金岁月》、《刘诗诗》、《妮妮》、《董子剑》等领衔主演, 也都先后取得了非常不俗的收视与口碑成绩。 此外,另一部同样改编自《义书之名小说》将由刘亦菲担任女主角的都市情感新剧《玫瑰》的故事, 预计也将会在今年的第二三季度,展开正式拍摄。 再说回这部《养子新剧成欢记》,根据爆料,关于男主选角, 目前已基本锁定了时下颇为炙手可热的内地九五后人气小生徐凯。 而徐凯上一部与观众见面的电视剧集, 也正好是与内地八十五花鼎刘之一的杨幂, 所联媒主演的都市言情剧《爱的二八定律》首播于2022年11月14日, 已完结。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徐凯目前尚在《雨潭松韵》搭档主演新剧《你比星光美丽》于今年2月5日官宣开机, 已拍摄有三个月时间,预计五月杀青。 但是, 以《成欢记》拟定于6月份开机的档期安排来看, 似乎在拍摄时间方面, 应该能够平稳过度。 另外, 这一次电视剧《成欢记》的导演田宇, 实力也是同样不俗。 近年来, 巷口碑坡家的《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在你的冬夜里闪耀》等小清新题材都市情感剧, 皆是由这位田宇导演, 独立指导。 据悉, 此次这部改编自一书经典同名小说的代开拍都市新剧《成欢记》, 将主要讲述出身于上海普通家庭的九五后女孩, 女主迈成欢, 由于母亲的过度干预, 无奈与男友新家量分手。 于是, 转而把全部身心, 投入到紧张工作之中。 但随着与职业酒店经理人姚志明的意外相识, 相知, 女主又再一次发现真爱, 并学着慢慢从母亲的强势关爱中, 挣脱出来, 从《成欢西夏》到《成就自我》, 逐渐走出了一条独属于自己的不平凡之路的当代女性成长励志故事。 最后,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部, 即将于六月开拍, 由高分剧《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导演田宇指导, 你邀请杨子, 徐凯领衔主演, 改编自著名女作家一书经典同名小说, 有望再出家做的国产都市情感题材新剧《成欢记》,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